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您收看我们在荷兰路德丹Ahoy体育馆 为您现场转播的2010年世界体操锦标赛 本届世界锦标赛从荷兰当地时间的决赛 从20号正式开始 那么20号呢首先要进行的是女团决赛 这是和以往不同的 那么我们知道呢 以往都是通常是男团先比 21号将要比的是男团决赛 22号是男子和女子全能在同一天进行 23号24号呢分别要比的是男女单项决赛 共10个项目 那么在经过了16号到20号这4天的资格赛之后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目前资格赛之后各队的成绩 首先来看女团在资格赛之后 团体总分排名第一的是俄罗斯队 中国队战略第二 美国排在第三 罗马尼亚排名第四 英国排在了第五 再来关注一下女子个人全能资格赛之后进入前24的选手 那么中国选手江预员呢 资格赛四项总分是排在了第四 黄秋爽排名第五 排在前三的分别是俄罗斯和两位来自美国的选手 单项决赛女子项目进入四个项目决赛的中国选手 何可欣高低杠资格赛排名第一 黄秋爽高低杠资格赛排在第二 邓玲玲在平衡目项目进入了决赛 她的成绩是战略第四的 那么衰鹿在自由操的资格赛当中 是以资格赛第四的成绩进入了单项决赛 那么今天呢 我们也是非常高兴的请来了中国体操队领队叶振南指导呢 担任我们的解说评论顾问 叶振导你好 你好 叶振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年呢 2010年的这个体操锦标赛啊 他是在北京奥运会之后这个团体赛 第一就是在这个周期当中 北京奥运会之后第一次开始比团体的决赛 是这是第一次团体的一个碰撞 对而且他也是明年2011年东京市井赛的一个资格赛 对要想进入伦敦 首先要过第一道门槛就是这次的比赛 那么这次比赛在团体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要求 才能去参加明年的东京市井赛呢 团体要求必须进入团体的前24名 这样的话才能进入明年东京的资格 那么在东京是不是也有在到了东京市井赛之后 团体还要进入一个再一个层次 才可以获得2012年奥运会的这个入场券呢 那就是奥运会呢 是团体前8名的队和全能24名 还有各个单项的前8名就是获得了伦敦奥运会的资格 按照这个国际奥运会分配给体操项目的这个运动员的人数 将国际体量还根据一些外围的资格赛 再给一些就是没有在东京这个井苗上获得资格的个人运动员 给一些这种名额 好现在我们看到画面上比赛已经开始 在今天的女团比赛中 中国队和俄罗斯队第一轮比的是跳马 跳马也是俄罗斯队的强项 他有两个运动员可以完成建设想翻上版的后支900 这也是一个6.96.5分起平的一个高难度的动作 在跳马这个项目上中国队派出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黄秋爽杨依林和江玉元 那么决赛呢采用的是633的赛制 而资格赛呢是654的赛制 所以如果单从资格赛各队的总分来看 还不完全不是完全能够体现各队的实力是这样吗 是刚才第一个俄罗斯做的运动员是库尔巴托瓦 他做的是建设后手翻转体720度 这是一个5.8起平的动作 从空中的姿态看 他的这个膝盖没有完全伸直 这样再按照这个技术规程和评分规则要进行一些扣分 跳马的评分主要分五个阶段 从助跑上版第一腾空 然后第二腾空落地 那么在他之后就要出场 先来看一下库尔巴托瓦的成绩是14.733分 在团体赛当中 跳马运动员只要完成一个动作 下面要看到的就是来自俄罗斯的穆斯塔芬娜 那么他将完成的是6.5难度的跳马动作 也可以说是这次比赛中 女子项目跳马难度最高的一个动作 我们刚才看到运动员旁边有一个小的小牌子 上面有那个动作的序号和几平分 他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虽然空中有个小分腿 这个是一个难度非常大 在女子运动员来说是难度非常大的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难度分之是6.5 那么他是剑子后手翻 直体后空翻转体900 他跟前面出场的他的队友的区别在于呢 他多转了这个180度 因为前面的选手转的是720 是的 我们从慢动作可以更好的去看这个 他的完成的一个情况 一个是在上板的时候 有分腿 这个要在第一腾空中要扣分 另外他腾空的高度 空中的姿态 也还要进行相应的一些扣分 从他的 因为这个运动员 他完成的高度还是可以的 现在我们画面上看到的是在 高低杠上比赛的美国选手斯罗恩 在这轮当中 美国队和罗马尼亚队分在了一组 这轮他们两支队伍将要比的项目是高低杠 高低杠呢 是美国队的一个弱项 他们在高低杠上的主要动作都是一些腾跃动作 他们在一些转体动作方面比较少 所以说他们的起评分不是特别的高 是的 在资格赛当中 今天决赛要上场的三位选手 他们的难度分值 也就是在5.9到6.2之间 要知道中国队的起评分 可以达到像何可欣的7.2 一个运动员的起评分 只是说明他在完成之前的一个套路 因为运动员他不能保证 因为现在难度非常大 不能保证他百分之百的去完成 所以这个起评分只是一个 目前只是一个纸上的 等他完全的把这套动作展现出来以后 才是最后的裁判给他的一个 最后的起评分 对 刚才俄罗斯队的 穆斯塔芬娜的成绩是15.633分 现在画面切到了依然是跳马场地 第三位要上场的俄罗斯选手 纳比耶瓦 纳比耶瓦也是要跳6.5的难度 也就是说俄罗斯队在 这个项目上有两个6.5 他的完成的跟上位选手基本上差不多 空中姿态还是有需要扣分的 落地是向后退了一小步 按规则要扣0.1 团体比赛场地四个项目同时比 所以呢 现在我们在刚刚看完了俄罗斯的跳马之后 来关注一下美国队斯罗恩的高低杠 灯杠特卡接派克空翻 异地的连接 灯杠180 灯杠回环180 然后 灯杠回环后卫至高杠 他本来这三个是连在一起的 然后是高杠千百 180只低杠倒立 然后灯杠回环 孙正涛回来 灯杠回环360 下了 后至两周下 他这套动作呢 相对比较简单一些 他除了做一些 一个特卡切夫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像那种我们中国运动员独有那种 领转啊 对 逆转啊 那种非常这个就是轻盈的那种转体 他没有 他都是一些 特卡切夫的高度还是可以 每个队伍在这个某个项目上的编排 其实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比如说中国对高低杠就很擅长 一组的这个高男的转体 那么今年俄罗斯的高低杠 我们值得关注的是 他们的换杠都很难 基本上的选手三个人都可以做一组的换杠 他是在这个地分的要求里啊 规则对地分的高低杠的规则 他有五个方面 有2.5的这个分 一个要包括换杠动作 一个是从高杠往低杠缓 还要有低杠往高杠缓 这是一个方面 这是要有0.5的一个加分 另外要有这个空翻 这个一套动作里必要有空翻 另外要有两种以上的握法 就是说你这个套动作里 必要有正握反握或者钓币握 这个就是说你这个特殊的一些要求 也是0.5 另外在必须要有360的转体 所以刚才他有一个大核官转体360 也满足了这个要求 另外一个就是下滑 必须是D组以上才有0.5 如果是C组下滑只有0.3的加分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接下来要出场的在高地杠项目上 要上场的是波罗斯 她是美国队第三位比高地杠的选手 波罗斯这一次的女团任务很重 基本上每项她都要上 登杠回环360 分腿正涛 去到高杠上 并涛360 接分腿特卡 这个连接是有0.2的加分 嗯 并涛180 接分腿叶格尔 这又是一个连接 分阵涛360 帕克去到D杠 登杠弧形回到高杠上 这样她完成了两个换杠的动作都完成了 嗯 团360度炫下 当然我们再看她做下法之前的那个大回环 分腿分得很很大 这个按照规则要进行扣分 这个这种分腿还要扣到中措 现在的打破十分以后 这扣分的这个尺度啊 有所加强 小措是0.1 中措是0.3 大措是0.5 如果掉下呢就是一分 波罗斯呢是这次美国对高地杠难度最高的一位选手 那么她大概有6.2的难度 那么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在她的高地杠的连接要比之前她的两位队友连接的加分要稍微多一些 那么在今天的比赛中呢 美国对高地杠是相对来说他们比较软肋的一个环节 倒是但是到了平衡目还有自由操会好一点 高地杠呢 美国队呢 从目前两个队员完成的情况还是不错的 他要减少他弱项的丢分 这样在他的强项在拉分的话这样这个才能保证他们在 往金牌的路上走得更近吧 因为团体633的话 对于俄罗斯中国美国来说比的是稳定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队的纳比耶瓦刚才跳6.5的那个动作的回放 现在俄罗斯队的三位选手比完了跳马 他们的难度有两个6.5一个5.8 在他们之后呢 加尔比跳马的中国的三位选手的难度都是5.8 现在就看完成质量了 720 15点40分 现在来看一下法拉利 长大了 这也是一个名将了 对 但是在拿了十队冠军之后 因为受到伤病的困扰一直没有特别好的成绩 团生炫开场 团两周虽然难度不是很大 但对他来说完全还是很不错的 高度还是非常高的 嗯 用的是Tango的音乐 对 刚才是一个分腿180的一个跳步 这也满足了一个编排上的要求 就是什么 后期两周结束 基本上赞助 对法拉利来说 今天这套自由操难度确实不大 但是我们给大家介绍过 他在16岁的时候 曾经是带领了意大利的女队 走向过辉煌 但是之后一直是因为有伤病的困扰 所以在过去的两年的比赛当中 都没有能够有很好的表现 这个女子的规则 她是要求 高地杠 自由操 分别有八个动作来组成 其中自由操 必须要有五个技巧类的 三个以上的舞蹈动作来组成 这也就是说 你一套动作不能无限制的去做更多的动作 法拉利今年已经20岁了 我们最后一次在比赛赛场上看到 他是08年的北京奥运会 当时他个人权能是11名 之后参加了一些比赛 都不是特别重大的比赛 也参加过了一些世界杯的系列赛 还有欧阶赛 在这轮当中 我们看到的是各支队伍 比的项目不同 比如说第一第二名 俄罗斯和中国队比的是跳马 第三第四名 美国和罗马尼亚比的是高地杠 然后到了第五第六 英国和澳大利亚比的是平衡目 每个国家都是各有三个项目打头 你比如说现在第一名第二名的俄罗斯和中国 跳马是俄罗斯在前面做 到高地杠就是中国队在前面做 然后再做后面两个项目 也是这样同样的一个轮次 好现在到中国队比跳马了 首先出场的是江玉元 他的动作的编号是435 起评分是5.8 大家可以看到后面的434 按规则 如果你翻错这个号码以后 也不扣分 反正非常出色 从这个落地上来说仅仅一小跳 顶多规则扣0.1 从这个中心轴 当然我们电视画面给的很丰富 你看他基本上是在中轴之内 这样的可以不扣分 如果一他有三条线 中线是就是正中的线 如果一只脚出了那个边线的话 就要扣0.1 如果是有一只脚比较大的就是0.3 如果两只脚都落在界外的话 就要扣0.5 这是对中轴的一个扣分的三条线的一个要求 是的 那么这条中线是以前前几年都没有的 在近两年开始是在跳马的落地区 给他再画出了一条中线 我们看江云园他的空中的高度 也还是动作比较完整 他没有分腿 现在落地区成一个梯状就是放射型的越往远越宽 落地的落地的你的这个范围就更加富裕 因为跳马进行改革以后 现在的撑马不像以前的就是狠马的话 就撑手这个区域比较小容易 这个运动员不容易发挥 现在这个撑马的位置比较比较大 所以说他就要求你尽量的准确 要一定要落在中心线上 要你撑在边上 当然不会出危险 但你会落到垫子的边缘上 这样的话就要求你动作更加的准确 江云园得了14.90分 我们给大家介绍过的跳马项目 如果光从难度上来说呢 中国和俄罗斯相对来说有一点距离 但是呢还要比完成质量 现在我们大家看到就是黄秋爽的跳马 同样也是这个动作5.8的难度 好 完成的也是不错的 仅仅的也是一小跳 对 而且我们一会从顶级位来看一下 落得特别整 它的空中的高度要比江云园还要高一些 按照正常的打分会要比江云园要高一些 好 我们从回放中来看一下 基本上两个脚都能够落在中心线上 往前一小跳 蹦了一点 这次黄秋爽在团体项目上应该说也是身负重任 因为呢他要比这个跳马 高低杠 还要比自由操 他也是中国女队近两年涌现出来一个全能型的选手 他的四项的实力还是比较强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刚才法拉利的自由操的回放 难度不是特别高 他的成绩是14.33分 黄秋爽和江云园他们的这个女子资格赛之后 全能成绩是排在第四第五的 从资格赛的发挥啊 中国女队发挥的非常出世 好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高低杠的场地 现在要出场的是罗马尼亚队 罗马尼亚队的波尔加拉斯 波尔加拉斯在这次的女团比赛中 也是要比三个项目 非常具有艺术美感的一位选手 我们也可以欣赏他的姿态 在另一个场地上 杨依林很好地完成了跳马 这样的话中国队的跳马项目虽然有些弱 但是也是很好地完成了 这样可以在尽量在弱项上少丢分 那么刚才呢 波尔加拉斯罗马尼亚的选手 也是比完了自己的高低杠 波尔加拉斯的这个身体线条特别漂亮 特别是在完成自由操 还有这个平衡目的时候 你就能感觉到他那种舞蹈的感觉特别强 但是呢这套高低杠 整个其实整个罗马尼亚队的高低杠的难度 都不是特别大 这次要上决赛的三位选手 他们的难度都是在 5.67到6.2之间 罗马尼亚运动员的特点是特别能比赛 他们就是就是比赛的成功率比较高 好来看一下 波尔加拉斯这是一套高低杠的成绩 那么在这个赛当中 当时是拥有6.54的赛制 罗马尼亚队的高低杠总分是排在第五的 14.466分 他刚才的下法采取的直体轰翻两周下 但是往前跨了一大步 这一大步至少要扣0.3 而且那个动作还不是特别难 那个下法是个地主的下法 他仅仅满足这个边台的要求 对 为了那0.5分 好 现在看一下 接下来要上场的罗马尼亚选手 德拉吉奥 登杠540接分腿的叶格 大一环360 登杠回环的360 接了一个十几个 千百一百八只低杠倒立 登杠回环 登杠弧行赛回来 下法 炫空翻下 所以看这套高低杠的难度 大家可能都能够看出来 不是特别的大 他这个就是比较没有什么特点 就是说都是一些大家都可以完成的一些动作的组合 从完成的质量看 也脚尖和膝盖 包括空翻的高度 也都是很普通 相对于之前他的队友 波尔加拉斯来说呢 他可能在节奏还有韵律上稍微要逊色一些 现在罗马尼亚队的这一轮已经比完了 也就是第一轮当中 他们的三位选手都已经比完了高低杠 杨逸琳刚才跳的5.8画面上没有切出来 但是他的成绩打出来是 他的完全分是9.166 现在中国队的三票比完之后 总分目前战略第二 目前排在第一的是俄罗斯队 但是现在我们主要看分差 现在两队的分差是1.1分 也就是两支队伍比完跳马之后 总分差1.1 下面要比的就是周队的强项高低杠 从前面看的话 因为跳马没太多丢分 因为从起平分上来说 已经是丢到1.4 现在等于从完成分上 我们还找回到0.3 所以下面就是在弱项上 要死死的咬住对手 到强项上要直接的甩开对手 下面就是第二轮就要比 中国队强项高低杠了 高低杠如果光从起平分上来看 我们领先对手是 将近有三分 这个起平分呢 因为江玉元的起平分 因为上一场有一些 他那个位置不是特别好 所以没有承认他 他的如果都完成好 要裁判都承认他的难度的话 他也在7分左右的 7.1到左右 7分到7.1左右的起平 这样的话我们 因为上一场他有一些 就是说偏离了这个10度以上 这样就难度没有一些 就没有进行一些承认 这个高低杠的 他的这个难度承不承认 可能一刹那 从不同的角度 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从裁判的角度看清楚 就是你转体在握杠的一瞬间 偏差的这个 离这个垂直度和的这个角度 现在再回放杨毅玲 刚才跳马的动作 他做的也是 前者后手翻 子弟红杠转体720度 向后迈了一步 从空中的高度和幅度 因为杨毅玲他个子比较高 所以说他要比前两个运动员的 这个腾空要高 幅度要大 另外空中的姿态 因为看 我们可以看他的两只腿 并得很紧 看 落地 动力性还是比较好的 如果往前跨一步 这动力 就第二腾空就可能 就要低一些 是往前 往后一把的动力性比较好 这腾空的高度 所以他的得分 还是在我们 这三个选手里 还是比较高的 而且杨毅玲 在这次的女团比赛中 他只比这一项 对 这个633的赛子 就是一个队的六名运动员 每个项目调三个 一个最有实力 最稳定的选手来出场 对动作的增减 还会有些变化 因为考虑到 因为现在几个 俄罗斯 中国 美国 这个从实力上来说 都差不多 所以比的还是一个稳定 为了 不要为了0.1 0.2 你掉下 扣到点八 或者一分 这样的话 等于从比赛来说 是不划算的 所以说在运动员 在比赛的中 教练 在会研究 他的在动作的使用上 会比在资格赛中 要进行一些调整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在这一轮当中 平衡木场地上 澳大利亚队的 米特切尔 他是澳大利亚队 最后一队上场的选手 平衡木也是他的强项 小翻 小翻 后直 小小直 掉下来了 太可惜了 这一串连接 是为了拿到 BBE加的那0.2 但是掉下来 整整一分没有了 两个A组的跳步 是为了满足编排的需要 蹲转 转了 转了 这个能算是 1080吗 没有 没有道理 他好像差了180 720再过了 180吧 他这种转体只有 这个转了360以上 要720的话 只会有加分 前团 交换腿接环 但是要注意一下 这个角度差的 确实有点大 这是个异组的跳步 这个环有没有接上 又是一个BBE的下法 也是为了能够加0.2 后期两周 但是刚才掉下器械 对他来说 确实是一个很重大的失误 尤其是在团体比赛当中 影响的是整个队伍的成绩 他的平衡目是一个 是他的强项 也是在资格赛中 排名比较靠前的 所以这样的话 他本来是一个高分 他的失误是澳大利亚的 这个团体分 受到很大的影响 是的 他是澳大利亚 这次女团的主力 一位知名选手 是全能型的运动员 他是去年市井赛 全能的亚军 从半程中可以看 他在落幕的时候 重心 偏在左边 所以说他 平衡目这个项目 是和男子单岗 是 发挥的影响 因为他这个对技术的 精准性要求特别高 他这个下法区的 后关两冲的高度还是可以 他刚才那个蹲转 如果能给他算是 如果他原计划 做的是蹲转900的话 那是个非常难的 是个异足的难度 对啊 一般蹲转的像我们知道 那乌兹贝克斯坦队的 那切特维丁纳 他原来蹲转720 也很难了 那是个地组 因为这种转体 还是比较难 他很难控制 就是说 对于平衡目比较窄 所以他不像在 自由操场地上 另外他是 平衡目的编排 要求呢 必须要 必须要有一个 360以上的转体 要完成他这个 编排的要求 另外还有 跳步串 欢迎回来 观众朋友 您正在收看的是 我们在荷兰路德丹 Ahoi体育馆 为您现场转播的 2010年世界体操锦标赛 女团决赛 现在是第二轮 画面上看到是 刚刚已经比完平衡目的 罗马尼亚选手 伊兹巴萨 那么在伊兹巴萨 比平衡目的同时 中国选手江玉元 已经比完了 自己的高低杠 叶知道 您对刚才江玉元的表现 觉得怎么样 刚才非常可惜 江玉元 他在做动作的时候 掉下了气血 这样的话 这个强项上 会要丢了一些分 但是从起平分上来说 我们还是比较高的 这样的话 对于强项的拉分上 可能受到一定的影响 我们希望后面的 这个黄球场能顶住 是的 在第一轮 中国队和俄罗斯队的 跳马项目较量上 中国队是落后 在我们的弱项上 落后了1.4 这个分差 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小的 因为我们本来 在难度上就要 差1.4 最后呢 我们在难度上 差1.4 但是最后 我们又追了上来 一部分 那么在强项上 高低杠呢 更要把这个 我们在有非常大的 难度优势的情况下呢 一定要把对手 俄罗斯甩开 下面我们看到了 就是中国队的 黄球爽 要比的高低杠 现在环球场 已经上杠了 我们看他一连串的 转体连接 看注意他 看他的这个握法 刚才做了一个 转体空翻的 接前空翻的一个 就换望到低杠 哎呀 他出现了 虚板 现在还是比较紧张 四地 后攻翻两周下 小小一小跳 这个虚板的话 就要进行 这算是一个大错了 要进行一些扣分了 今天比的还是比较紧 所以运动员 从张宇元失败以后 对年轻的黄球场 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坚持住了 如果掉下的话 就要扣分更多 在这个项目上 中国的三位选手 难度分 都能上七分 那么我们的对手 俄罗斯队的难度呢 是在五点七到六点八之间 所以我们可想而知呢 我们是有难度优势的 但是完成质量很关键 特别是不能出现 重大的失误 所以说难度和稳定 是一个双刃剑 所以你在完成 大难度动作的过程中 你可能就 你的失败的风险 就要比其他运动员 更大一些 所以六三三 比的是一个心态 所以运动员的话 你在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怎么样能顶住 这也是我们参加 本次世界锦标赛 中国代表团 提出的 这个一个要求 就是说你在这种比赛中 为伦敦奥运会 做历练 历练 年轻选手 在场上出现各种情况下 你怎么样去应付 这是提高对比赛的控制能力 和应变能力 这是一个优秀能力 所必备的 如果你不具备这个 你就很难在奥运会 这种综合性大赛 影响力特 压力特别大的情况下 完全的发挥你的水平 是的 特别是对在这一个奥运周期的 年轻运动员来说 因为在上一个奥运周期 北京奥运会的团体赛 还是六五四 这次在奥运会之后 第一次在国际大赛 就是市领赛当中 用这个团体是六三三 这样的国际铁链 这么改革呢 也是对运动员的 这个也是缩小了 运动员这个 以前是靠人海战术 把这个分差拉近 现在就是上三个人 就上三个人的分 而且每个人都不能 他这个成功率 要求就更高 到伦敦奥运会 他就要减少一名 参加的运动员 就变成五个人 所以资格赛就是五四三 决赛的就是五三三 这样对一个队的组合 就要求运动员 更加的全能 国际体联 他也是像国际平联 国际语联一样 他不希望一两个国家 来垄断这个金牌 所以说他在对 强队的一些限制上 他会利用比赛的规程 和规则进行一些调控 现场也是来了很多 就是在荷兰当地的 华人华侨来观看比赛 我们来看一下 黄秋爽的这套动作的成绩 他这个出现的一些失误 也会影响到他的这个难度 所以难度可能就不能 像他原来编排的那样 能够达到7.0 在他之后是 何可欣上场 何可欣在这次的女团比赛中 也只是比高低杠一个项目 那么这次的主要任务是争夺 单向高低杠金牌 目前资格赛 何可欣和黄秋爽分别 第一第二位 从分叉上来说 他们是鹤立集群 何可欣是16.066 然后是黄秋爽也是比较高的 但今天呢 今天是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失误 黄秋爽在资格赛是15.666 今天的话就丢掉一点多分 由于15 这次的裁判呢 裁判的这个系统跟以往的比赛不一样 主要是这个亿分 完成分裁判有改动 是这样吗 按照原来的国际体联的 他是六名一组裁判 去掉一个最高 去掉一个最低 取四个人的平均分 这次呢 我国际体联为了提高这个比赛 这个裁判的更加的合理 他就是采取五个一组裁判 加上两个中立的一组裁判 如果这五个人的分呢 去掉一个最高 去掉一个最低 这三个人的平均分来自最后得分 如果这三个人的中间的分叉 在不同的那一组得分的这个区域内 如果分叉太大 就把两个这个中立裁判的 这个一组打分 跟这个三个人的平均分再平均 这样就是可以减少 每一位裁判在这个最后得分中 起到的作用 这样也是为了公众性出发 两个中立裁判的选派呢 也是国际体联根据 以往这个世界大赛里 打分比较优秀 他有个那个评价系统 打分比较优秀的这个 叫裁判 来担任这种中立的裁判 这次比赛为什么出现666啊 333这种这种的原因吧 我们看到黄秋爽的分出了非常慢 可能在一些难度的认定上 可能还有一些地主裁判 可能还有一些就是不同的意见 他们还在进行一些这个 这个商榷吧 另外这个评分系统 他们有个电视回放的一个系统 就是可以回顾这个 他的一套动作 这样一个准确的 根据他的这个完成情况 再进行一些复合 何可信要等黄秋爽成绩出来之后 才可以开始动作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 选手已经在 好 回放中午 再来看一下 刚才这套动作的 他的这个前功半还是非常高的 中国运动员在高低杠这个动作上 很有自己独特的一个技术 因为转体技术比较多 另外空中动作比较轻盈 另外动作还是比较整 像这个转体 像我们可以做B转 零转零转180 就这三个就能达 就这三个转体就有三个意图 刚才在帕克空翻换低杠的时候 一个驱身上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动作 出现了虚摆 这个地方失败是非常不应该的 它不是一个大的难度动作 所以大的难度都过去了 这个换个低杠的一个驱身上出现 由于驱背造成 它的动力不足 就没有摆到倒立的位置 这样就重新再做一个 就虚摆了 所以这对整套的一个连贯性 是很大的一个错误 这样的扣分的话 还比较严格 我们看重新打出来 难度分认定为6.8 比原计划要低了 将近0.2 完成分是7.95 这样的话14.750分 这样它的一分被扣了2.05 扣的还是比较严格的 实际上它没有掉下 它只是有个虚摆 可能动作连贯性不好了 但是从其他整个的艺术性上 它还会有些扣分 现在画面上看到是 刚才江月元出现失误的一个回放 掉下器械的那个回放 下面就要看何可欣的了 高低杠是他最强的一个项目 何可欣也是北京奥运会的冠军 他这套高低杠是鹤立鸡群 我看他们的完成 看这是黎亚空翻 也是以中国运动员命名的一个 两个空翻的一个连接 包括握法的一些变化 令人眼花缭乱 还有一个肢体的前空翻 登杠换握我高杠 腾声回还 大花整体一百八 大花整体五百十度 直接接顺空翻下 并且稳稳地站住了 这不愧为奥运冠军 他在关键时候顶住了 在队友出现了两套动作都很严重的失误的情况下 何可欣 把自己的这一套高难度的高低杠顺利地完成 他在资格赛的得分是16.066 这是比一般国外的选手都在14分左右 14分多到15分的话都非常优秀的选手 你从起平分上来说 他的这个就是合力击取 他的那个超长串 像我们说的这个三个两个易主的转体 后面接李亚空翻 再接一个分腿夜格 就这一串这么长 就加光加分加0.6 他后面接的又来一串 又一个易主的转体 然后直体夜格 然后再接帕克空翻 就这三个加起来 又能加0.4 然后结束前这个领转180 再接一个团伸旋下又能加 所以呢 难度分就是这么出来的 按照这个评分规则 一分的扣分 是从十分开始扣 但是必须要求是 你七个动作以上 因为要求是八个动作 你必须完成七个动作 才从十分扣 如果你只完成了五到六个动作 就只能从六分开始扣 你完成了三到四个动作 从四分开始扣 你只做了一两个动作 那只能从两分开始扣 这是罗马尼亚波尔加拉斯的平衡木 他用的是一个木端前滚翻上 挺身前空翻羊跳 他今年这个赛季有两套动作 看他用哪套了 小翻 小翻 后直 站得很稳 BB1加0.2 交换腿接环 他做得不错 挺身侧空翻 这又是一个D组 环身侧空翻晃了一大晃 但是还是稳住了 交换腿劈腿跳 接后团 这是一个CC的混合连接 也就是技巧接舞蹈 两个A跳步 这名选手在墓上的韵力很漂亮 小翻 小翻 后续两周下 BB1 跨了一步 这一步要扣到0.3分 这名运动员也是在资格赛排名第一的选手 对 他的单向决赛 他是以资格赛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单向决赛的 也是非常 罗马尼亚运动员 他就是比赛能力特别强 刚才那个在做车空翻的时候 重心已经偏后了 但是他坚持住 15.066 好 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高低杠的场地 高低杠呢 下面要上的是俄罗斯队的选手了 俄罗斯队这次要上的三位选手 从起评分上要比中国队略微低一些 看看他们的完成质量如何 登岗回环 并掏 登岗 无形去高岗 带环180 接分腿的叶格尔 带环跳360 掉下气血 做他后面要接一个分腿 特卡切夫的时候掉下气血 他原来这次要想拿连接加分的 但是今天真是挺意外的 在高地杠这个场地上频频出现失误 所以这个633这种赛制啊 这种观赏性就在这 他不断的悬念重生啊 带门特耶望 这次在决赛的这个 俄罗斯队这个出场序啊 在这个出场人的定的这个 一直有一个 我们先来看他们比赛 后是两周下 这次俄罗斯队 俄罗斯队 决赛 次的项目 就这高地杠来回的换人 本来戴门特耶望是不上的 但是后来呢 又定了他上 俄罗斯队这次要上决赛的 三位选手的难度 是在5.7到6.8之间 难度最高的是 他之后要上场的穆斯蒂芬娜 大概有个6.8的难度 那么在之后的 纳比亚耶望的难度呢 也大概是在6.45左右 所以呢 跟中国队从难度上来说 还是有点差距的 所以要想在这一轮当中 他们保持住 要想超过中国队 他一定要比质量 这样的话 他第一名选手也掉下了杠 这样的话等于是 因为他们相对的起平分 要比中国人能低 所以他最后的得分 他也不会超过中国 本身他的这个难度 就没有超过6分 所以再加上 足足扣掉1分的掉下气血 就是何可信刚才的得分 16.133 我们知道呢 从资格赛 在比完的所有选手当中 没有一个人能够上16分的 就是高低杠这个项目 他今天的得分 比资格赛还要高 资格赛是16.066 他现在的得分是16.133 好 现在我们看到是 萨克拉莫尼 萨克拉莫尼的今年 付出以后在美国 有很大的反响 来看看他的平衡 前驱上 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在北京奥运会 他失败过 这个动作在北京奥运会 他失败过 第一水平跟力转 三百六 前驱控制住了 差一点掉下步 这个运动员他的控制能力 他这个脚的八目的能力很强 也是一个BBE的下方 萨克拉莫尼呢 在北京奥运会之后啊 就是 可以说是人生的一个很 走入了一个低谷 所以今年他的付出呢 在比赛之前呢 就是 受到了很多几桑名的关注 而且呢 还有就是媒体 为他专门做了一个专辑 就是叫 萨克拉莫尼回来了 所以呢 可想而知 在这次的赛赛当中 有很多观众 特别是美国观众 对他给予了很 就是给予了厚望 这次的比赛呢 他要比的项目 他之前 他要比的项目是他的强项 跳马 还有 这个平衡目 自由操他不上 他刚才做这个 出现这个脚滑木的是前 呃 选体道运动员也选 那个大手 大脚 大手呢 这个高地杠 他能握得住杠 大脚呢 他在平衡木上 他的那个 呃 站得更稳 所以当刚才看 他这个 在这个 这个偏离这个木的时候 他那个脚 对这个木的感觉 或者讲 很重要啊 要不然的其他 印度人的话 就会掉下木了 这样的话 会 呃 扣很多的分嘛 我来看一下 萨克拉莫尼 美国女队队长 这次的 平衡目的成绩 好来看一下 俄罗斯队的 穆斯塔芬娜的 高地杠 他是俄罗斯队 高地杠 难度最高的选手 整套三百六 这是一个 一组的换杠 俄罗斯队 基本上 这三个人 差不多人首一个 并腿的 请攻关 去的请攻击 并腾三百六 接封腿的特坎 再接帕克 再接封腿的 他一百八 然后再接一个 掏腿的弧形 回到高杠上 登杠三百六 下了 弹身卸下 钻了一个 五百四 对 五百四 他像面向杠的落地 对 就是五百四十 所以俄罗斯队运员 他还是以技术建策 现在呢 在中国队已经比完了 自己的成绩以后呢 现在罗马 中国队目前的成绩 是排在第一的 那么俄罗斯队现在的三位选手 已经比完了两位 那边耶瓦现在场上正在比 他的高低杠 这是最后要上场的俄罗斯选手 十五还是蛮多的 他也出现了 他今天出现了两次 掉杠 这样的话 他比中国队丢分更多 所以六三三的比赛非常残酷 所以可能别的队失败的时候 你感到有机会的时候 如果你忽视了对技术的这个 注意力 那你也会再提示 那比耶瓦他的 这套高低杠的难度呢 是在 就是上场的三位选手 当中居在第二位 但是呢 本来是 没有安排他上的 但是可能看着他有一个 难度还有优势的情况上 俄罗斯队临时派他上 又是他 他也做了一个易主的换杠 登杠一百八 接分腿叶格尔 登杠回环 登杠三百六 接下法 团伸喧下 这样的话 俄罗斯的三套高低杠只成功了一套 和中国队一样 但是他有一个人是失败了两次 这样的话 在高低杠这个项目上来说 我们呢 对俄罗斯上还是有一些 现在目前场上的前三名的队 美国队的平衡目 目前还没有 做完 但是前面两个已经成功了 这样的话 还是要比一个成功 比一个稳定 比的是一个心态 场上看了 就是去年的世界冠军 英国的特卫德了 漂亮 他这是一个后五百四阶 阿拉伯团两周的间接连接 这是一个C阶E 能够加零点二 阿拉伯区两周 F组 他是特别擅长向前的攻断 对 按照大家看到 团身的前方两周 有躯体的前方两周 第一串呢 他还有整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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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九百钱三百六 很不容易女孩能做这样的专题 英国队的特雷德勒比赛结束 他是去年的自由超世界冠军 很可惜这是资格赛 他甚至都没有能进决赛 因为资格赛呢发挥的很不好 这个项目排在第十七 他还就是最后一个动作 刚才那个九百阶这个三百六的时候 一个深蹲 结合做地 所以说他就退出了这个 前面做的还是资格赛 总完成还是不错的 所以说运动员来说一整套动作 你不能有一点这个故事 所以从头到尾都完成了非常地冷却 是的 去年他拿这个世界冠军呢 当然去年也有主场优势在伦敦比 那么他其实挺可惜的 这位选手的自由操很强 高地杠也很强 但是在很多重大比赛上出现的失误 比如说在北京奥运会 他的高地杠是获得第四名 像今年去年的世界冠军 今年居然没有进决赛 所以就是非常意外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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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 您正在收看的是2010年世界体操锦标赛 现在进行到了第三轮 这轮当中 中国俄罗斯将比平衡目 现在正在比赛的是俄罗队的赛美诺娃 在经过了前两轮之后 目前中国队两项总分排名第一 美国排在第二 俄罗斯排在第三 团身侧空翻 赛美诺娃在今天的团体比赛当中 直比平衡目这一项 后跳180前软翻 这是个地主 再接小翻 拉拉提 这样 DBC的连接 下把箭子 后续两周下 这次俄罗斯队派出的六位选手当中 有两位参加过北京奥运会 其中赛美诺娃就是一位 那么另外的几位选手呢 都比较小 都只有16岁像穆斯塔芬娜 还有纳比耶网 平衡目这个项目呢 资格赛的难度来看呢 俄罗斯要比中国队的难度 首先要略微低一些的 但是呢 当时在资格赛这个项目上 从总分来说 他们略微高一点 这是一个 相对来说是靠完成分高的 但这次好像决赛和资格赛的 裁判系统 裁判组 他一样是吗 他要采取这个裁判的回避制 就是说 一组这个打分的裁判 如果你有这个 进入这个决赛的国家 就不能再担任这个 一组裁判了 这样的从构成上来说 有一些变化 刚才赛美诺娃这一套 平衡目的话 上面有两个晃 然后下方还有一步 从编排上来说的话 难度的话也不会太高 因为平衡目这个项目的话 从第一资格赛来说 俄罗斯还是完全的算不错 得分还是比较很高 在这轮当中 比较好码的是 英国队和澳大利亚队 刚才英国队员做的这个动作 是见了小川上板 然后之540度 英国选手 卡连斯 得分是14.630分 他这个起评分是5.2分 725.8 900的是6.5 赛美诺娃14.30 他是这次俄罗斯队比 平衡目项目上 就成套难度最低的一位 他的难度是5.8 那么他的两位队友 难度都有6.2 6.3 再来看一下自由操的场地 这一轮当中 比自由操的是 美国和罗马尼亚 现在场上的是 美国的波罗斯 波罗斯这一次呢 在女团比赛当中 他要上 他基本上是 上了所有的项目 他也是一个 比较全能的一个选手 在资格赛之后 波罗斯的全能成绩 是排在第二位的 现在在波罗斯 菩萨萨 菩萨 自由操是美国一个 比较强的项目 他们前面已经比完了 自己的两下 后面要比的是 自由操和跳马 这都是美国队比较强的项目 所以呢 从前两轮之后 看美国队现在 这个争夺 这个金牌 还是有一定实力的 平衡目呢 也是中国队的强项 平衡目的 中国队的水路 和这个邓林林 他们俩的起平分 和完成的质量 都是在整个 残赛运动员里 是最高的 虽然水路在 资格赛时候 在做 斯大接环跳的时候 手扶了一下目 失去了 进入决赛的机会 是非常可惜的 但是他这套 动作 他整个的 其他的难度 他失败了 还得了14.4分 你刚才 塞变诺 成功得的这个 他才得14.3分 所以可以反映到 这个运动员 还是很有潜质的 一个运动员 所以他怎么样 把你的训练成果 转化为比赛成绩 这是我们锻炼队伍的 一个主要的 一个目标 美国队在 你团比赛中 要上 就自由操 这个项目上 上的三位选手 波罗斯是全能的 一位 先来看一下 这是 布斯塔芬娜的平衡目 波罗斯队 已经前面 两位队员 已经顺利的完成了 自己的动作 修腿低于水平的 力转720度 好 不错 后团转到180 交换腿接环 挺身前空翻 后手翻前 拉前轮翻 前面是个地 后面是个地 又做了一个挺身侧空翻 又是个地 1080度下 下巴很难 一般都做900下 那么1080度下是F组的下巴 波罗斯塔芬娜 这个女队员 她的能力还是非常强 她在四项里的地 的分 在全能中 在所有女队员里 是最高的 她也是今年俄罗斯里 这个出来的 最有实力 的一个选手 15.033 去年俄罗斯女队 还我们都没有看到这么多 就是刚刚过16岁 也是获得成年组比赛的选手 今年一下子冒出了好几个尖子 比如说前段时间的这个 青奥会 我们就看到俄罗斯的这个 青少年组的选手 像科莫娃就已经非常具有全力了 所以可能一旦明年 她满16岁 参加实际赛的时候 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实力的 全能型的女将 英国队的跳马 顿尼 跳了434 5.8的一个动作 由于这个夏季奥运会 在伦敦举行 所以说英国的男女体操队的 这几年的成绩 也在突飞猛进 所以他们的体操协会 也是在大力发展 在英国的这个体操项目上的推广 女子运动员有特别德尔 她的自由潮和高低杠 非常有竞争力 男子有史密斯 她的安马 是非常强劲的 所以一个项目的发展 离不开这个政府的支持 和这个大力议论会的推动 好 现在看到的是 自由操的场地 那么在这轮当中 自由操场地的是 美国和罗马尼亚 马上要上场的是 美国队的 Riceman 那么他呢 也是很年轻的一位选手 今年在女团的比赛当中 他要比想平衡部 自由操 从这个赛来看 他是美国队这次上的 自由操三年选手当中 难度最大的一位选手 他可能可以做5.7的难度 以后我们来看看 以后我们来看看 后5.4 阿拉伯团两周 这跟刚才的科威德勒很像 CE的间接连接能加0.2 后空翻1080 一组的难度 这个108转 还是比较正的 最后一位选手 这一位选手 比赛的 这一位选手 这一位选手 是 团两周 D组 结束串 后续两周结束 也是一个D组 他只有16岁 这是他第一次参加 这么重大的比赛 应该说完成得非常好 这样美国的三名能源 在自由超 在这个项目上都 比较好地完成了自己的成套 美国队现在已经比完了 自己女环的三项 最后一项也是一个比较强的项目 他们要去比的是跳马 在前三轮之后 前两轮之后 美国队是仅次于中国队 在列第二的 而且后面两项 都是他比较实力强的项目 像自由超和这个跳马 结束串的后续两周 结束串的后续两周 以上你才能拿到的2.5当中的 那个0.5 他是要有个组别的0.5 意大利队的 立切塔的高低杠 在女团的比赛中 因为呢 各支队伍是同时比 所以一般从切换的角度来讲 都是先把前几名像 第一第二名比的内向 或者第三第四名比的内向 拖出去 在插空的时候 比如说等分的时候啊 或者是其他的运动员 调整的时候呢 会插空拖一些 后面两组 后面另外两项的这个录像 这是Reisman刚才的 自由超14.50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这个排名并不能 是一个目前的暂时排名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队还没有比自己的第三项 所以现在已经比完的两支队伍呢 是俄罗斯第一 美国第二 俄罗斯比完了平衡目以后 超过了美国比完自由操 所以现在美国排在俄罗斯后面 澳大利亚的跳马 波罗纳 跳四三二 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动作 这是个5.0的难度 在他比跳马的时候 场上中国队已经开始比平衡目了 场上现在正在比平衡目的是江玉元 团体比赛有 就是有这个遗憾 因为在一个时间段中 他只能播一套动作 所以现在江玉元比赛的时候呢 我们只有先请叶之导 为我们先记录下来 然后一会儿我们在回报的时候 再给大家评论 这是波罗纳的跳马的成绩 现在再来看一下 罗马尼亚的波尔加拉斯的自由操 最后一会儿水平的水平的720度 开场 4.9fica咸一阶 管澄声炸 一阶漾的痛翻 来源泄声炸 一阶漾的 900 Revolution Owner 用的音乐是华尔兹 高级腿的转体七百二 这是个地组的转体 有一个地组的空翻 选手最后他成套的裁判会记录他所有动作的难度 然后由高到低这么截取最高的八个难度 所以基本上地组以上都能在算的难度分一层 交换腿接环 他的跳步真的很漂亮 后续两周结束 他的这一套完成的还比较不错 就是空翻的高度啊 包括落地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扣分队 那么刚才您看了一下江亦元的那套平衡幕 他的表现怎么样 基本上在幕上还是比较干净的 下发是九百是往前满了一小步 因为江亦元刚才在高级杠的项目比赛中出现了失误 其实没有最难比 他有少数换 所以说这个开始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刚才他还是顶住了压力 把这套平衡幕顺利的拿了下来 平衡幕也是中国队的强项 但这个项目又不是特别好比 中国队在平衡幕项目上 首先呢难度上是有优势的 所以呢最后就要看 他实际在比赛的时候 发挥的质量如何 因为在刚才就是在第三连级比完之后 俄罗斯已经超过了美国 所以现在中国队的主要的竞争对手 可以说还是俄罗斯 因为这次的美国队传统的强项自由超 他从这个起平衡上来说 目前的上场几个队员还不是最具实力 他有些运动员是有伤病 所以说从资格赛和今天的表现来看 他得分并不高 现在看到是邓灵灵的平衡幕 邓灵灵也是去年 伦敦世界锦标赛的平衡幕的冠军 他也是奥运会的上场队员之一 教育员的得分是四四点八六六 这个得分还是比较理想的 他的起平衡分第一分是六点二 自得赛的时候有些没有承认他是五点六 所以这比上一场还是有很大的进步 现在我们看邓灵灵的这条平衡幕 跳上 前团站幕 小翻 小翻 后直 特别的稳 这也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动作 C组的展体 E组的跳步 小晃了一下 这个晃动 控制住了 但是 撤空翻 又是一个弟子 羊跳 后团 这是有连接加分的 是混合连接 身前空翻 后手翻 进去体 屈指体下诚 做目做 也叫倒叉 小翻 小翻 后续两个下 好 他的 洛毕 整体卖了一小步 这样他这套难度非常大的这个屏幕 拿了下来 这样的话为团主又能贡献 他自己一份力量 我们看他刚刚下的时候 就是做完这套动作的时候 自己都就是吸了一口气 觉得就是总算过了这个坎了 因为确实是那个晃动 确实是有一些让人担心的 这个运动员 这个运动员他的还是比较发力还是比较狠的 包括他在前期的训练中他还是呃 做骨还是有些伤病的 所以再做一些跳步啊 会会有一些影响 但是他今天从场上来看他做的动作一点都不含糊 由于第一场比赛平和木的裁判 对一些这个跳步的这个位置啊 严格的要求 所以说他今天完成了非常到位 这样的问题减少扣分的因素 好 现在来看罗马尼亚的切尔拉鲁的自由操 他开场是个后者两者 快速17080就是为了拿到连接的加分 1.2 Giajes 我側迈了一小多 但归筠要扣了0.1分 后团两周结束 这一套动作 它稍微保留了一点难度 但是呢 这套动作完全还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开始的 那个后织两周F组的难度 同时它那个快速 还有后的后织13080 这也是为了能够加到0.2 来回放中看一下 后织两周F组 这就是快速接后织13080 它是一个A接E 能够加0.2 团身旋 这又是一个E组 那么它为什么说保留难度了呢 它本来是用团身旋 坐在结束串的 它终于能做一个后900 接前职 这样呢 递逼能价0.1 但是它刚才只是做了一个后团的两周 所以呢 它就少掉了那0.1的难度 所以说在团体决赛中 教练会根据这个需要 进行一些动作的增减 这样的保证它这个 稳定性是第一位 总体来看 这次上场的罗马尼亚的三位运动员比自由操 他们的难度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好 回放中来看一下 邓玲玲刚才这套动作的 就是它的下方 在邓玲玲比完之后 中国队最后一位上平衡幕的是 虽禄 虽禄也是有一套高难动作的成套 一会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得分是 邓玲玲刚才第一次 它的字幕打出 这个地分定的是6.5 但是经过修改以后 现在的地分给它降到了6.1 这样对它的一些难度 裁判都没有认定 是连接没有认定吗 是有些跳步啊 可能不到位啊 它进行一些扣分 这样的话是对它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刚才我们从 我们的这个资料库里看的是6.5 但是经过很长时间一直没有出分 可能对裁判进行了合议 如果因为地分是可以申诉 中国队如果对这个一分有疑问 可以进行申诉 好来看碎路的平衡幕 前团掉下细线很可惜 今天中国队比得还是非常 非常紧 所以没有完全放开 所以说捏的捏手捏脚的做动作 就造成一些失误 这个很漂亮 前团180 交换铁接环 一直跳步 眼神前后翻 这里短暂的停了一下 小弯后驱 这要把它全三个连起来 才能加到0.2 最后退水平的力转360度 侧空翻 侧空翻 小弯队可以跳出船 这种做这样 CC的符合 0.1的连接拿到 下坊 我去两个下 非常可惜 他在做距离前空翻的时候 掉下了木 因为刚才从动作来说 他没有完全放开 所以还是年轻动员 他还是比得比较紧张 特别是高地杠出现问题以后 又特别想比好 所以说在 所以一路员 我们要去一路员 就是说你在做动作的时候 一定要有信心 一定要放开这个 自己的手脚 去敢发力 如果你不敢发力的话 你就 就能出现这个问题 掉期间这个动作很难的 前驱是一个艺组的难度 不过它是不是原计划 后面还要接一个 B组的这样 为了拿到0.1的加分 掉下以后就没了 那个加分没了 而且中间那个 前挺小单后驱的那个DBC 好像中间停了那一下 也不知道会不会被认 因为现在从刚才 邓琳琳的打分看 裁判是对我们的要求 还在非常的有用 这样的话 对平春木这个项目 我们就取得更好的成绩 受到一定的影响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 我们在荷兰路德丹 阿豪体育馆为您现场转播的 2010年世界体操锦标赛 女团决赛 已经比完了三轮 目前中国队 131.58 领先于俄罗斯队 0.15分排名第一 最后一轮 中国队和俄罗斯队 要比的项目是自由操 在自由操这个项目 首先从上场的 每个队的三位选手的难度来看 俄罗斯队两位能做5.8 一位是5.7 那么中国队有的难度 是在5.4到5.9之间 所以应该从难度上来看 起步相当 最后在这一项 在前三轮又咬得这么紧 最后一项主要就是 比两个队伍完成质量 美国队前三轮之后排在第三 美国和中国队的分差在2分 美国队最后一项 也是一个比较强的项目 他们要比的是跳马 好 首先我们来看 黄舅爽的自由操 900接360 可惜他一只脚出了键 只要扣到0.1分 自由推水平的720度转体 曲体穴 一组的空翻 落地还是比较稳健 1分钟 5分钟 2分钟 1分钟 1分钟 2分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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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 eles 不得分是14.733分 难度是5.8 一分是8.933 那么最后要上场的就是江玉元 完成的还是比较干净 反胜后空翻两周 空翻很高 墨地很稳 还有新疆风格的 掀起你的盖头来这个曲 去掉来编的自由操 对延续了08年奥文会的音乐 900前局 差一点 动了一脚步 重心有点靠后 曲抵护攻翻两周 基本上脚好地完成了自己的拳套 看最后裁判怎么给分 江玉元这套动作比完之后 这次女团中国队的决赛就已经全部比完 下面就要看我们的对手 俄罗斯队的这个项目了 现在电视在慢镜头回放了他的江玉元的几套几串主要的一些跟筒 他跟水路在拥抱 中国女队也是完成了他们四个项目的比赛 虽然有所失误 但是还是最后一项自由操还是顶住了压力 较好地发挥了自己的水平 自由操这个项目呢 之后要上场的俄罗斯队 从他们自个赛来看 难度稍微要比中国队那么高出0.23左右 这是在正常情况下看 所以现在就看俄罗斯队在下面的比赛当中 他们的这个完成质量如何 一套动作的完成分组会出得比较快一些的 难度分呢 要在商区或者在认定之后才会打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还要等一下江玉元的最后成绩 他的 在我们的字幕机上已经显示出来了 他的这个难度分冒出了原有的5.7 完成分18.8 14.5分 这是目前我们这个字幕系统提供的 以后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确定的分数 现在已经打出来了 14.5分 目前中国队已经全部比完 总分是174.781 目前已经比完了所有 全部项目的还有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呢是173.096 现在就要看 现在是看到美国队的跳马 前三轮之后美国队是排在第三的 跳马是他们比较强的一项 每个队的卡奎托 也是做的厚值720度 5.8起平的动作 他玩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落地有一小跳 空中的高度还可以 好 现在来看俄罗斯队的戴门特耶瓦 第一位上场比 自由操 曲体炫开场 但是后面退了一个比较大的 往后迈了一大步 安徽的要扣了0.3分 快速快速小翻 后 1080 AE 这间接加0.1 这间接加0.3分 这间接加0.3分 九百前一百八 地毕 结束串了 去两周结束 现在最后一轮 美国队在比跳马 刚才这个运动员做的 也是一个后置720 他们有两位运动员 完成了后置720 都是5.87平的 因为最后还有萨克拉莫尼 还要跳6.3 所以说美国队跳马 实力还真是挺强 所以到最后一个人次 你出来 对 那么俄罗斯的这个自由操 我们给大家介绍过呢 他有两个5.8 一个5.7 所以从难度来看 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好来看萨克拉莫尼 美国女队队长 这个跳马是他的强项 看他要做的这个动作 是不是要准备跳6.3 他要参加跳马单向决赛 那么他是以资格赛 跳马项目第二名的身份 进入单向决赛的 资格赛 我把他推定了 我们都要进入单向决赛的 他们都要进入单向决赛的 他要进入单向决赛的 他要进入单向决赛的 我把一步也在家里 整个人从决赛的 我把他走开了 然后他走开了 他走开了 我们是 这个小招的 540步 这是一个6.3起屏的一个队友 他完成的还是比较好 落地有跨了一小步 这个运动员也是 跳马是他的强项 也是一个老队员 他是美国队 结束比赛的一位选手 他的跳马一结束 美国这次的女团决赛 就已经全部比完 戴伦特叶瓦 刚才自由操得了14.533分 他把自己5.7的拳套完成了 同时也得到了认课 那么下面要出场的是 俄罗斯拳手 亚范尼斯耶网 那么他也是自由操 也是成套难度比较大的 有5.8的成套 来看看这套动作 后织两周开场 F组 这次女团决赛 他只比这一项 他也是一个自由操 非常强的选手 快速快速 首三 后1080 又是一个AAE的 间接连接加0.2 RK6的转体 这个姿态 不太多人见 但是在艺术体操比赛中常用 所以俄罗斯运动员呢 他的舞蹈的这个基础还是比较好 所以在他在完成空翻技巧的过程中 一些舞蹈动作也是非常漂亮 五百四三百六 水平整体七百二 结束转 去两周结束 后期两周结束 还是比较稳健 美国队刚才的萨克拉莫尼的跳马 结束之后呢 总分出来以后是175.196 这个成绩超过了中国队 174.781 所以现在美国队排在第一 中国排在第二 美国队在自己的强项 跳马下目上 现在是 将他前三盘之后 位居第三的名次 现在已经超过了中国队 现在再来看俄罗斯的 因为俄罗斯队还没有全部比完 现在回放中看到就是美国队 第一位比跳马的选手 美国队跳马 两个5.8 一个6.3 所以他在第三轮之后 虽然落后于中国俄罗斯 该有那么一些分差 但是他这个 跳马项目起评分就已经很高 所以呢 再加上跳马这个 只要完成得好 他的这个完成分上9分 甚至上像萨克拉莫尼 能跳9.3的完成分 这样就使他能够把 最后一项能够 把前面的这个劣势 反败为胜 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回放 因为美国队实际上已经比完了 就是美国队 跳马的回放 他也是跳5.8的动作 他是两个5.8的一个6.3 这样的话 因为跳马的这个项目 相对得分要高一些 对 因为他毕竟就是一个动作 这样扣分的 因素啊 不像在自由超 他的一个动作很多 扣分的地方 容易丢分的地方很多 对 所以裁判严格一点 松一点的话 这个 是 这个 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对 所以最后一项的话 美国队一下超过了中国队 对 好来看一下俄罗斯队的 亚凡泰斯尤瓦的 自由超成绩是 14.80分 最后要看到的就是他们 的 穆斯塔芬娜 自由超 现在俄罗斯的分 也是 逼近 逼近美国 如果他最后一个完成好的话 他就有希望超过美国队 阿拉伯团两周 一组开场 通翻的高度还是非常高的 第一水平的 逆转 17080 这是个C组的转体 转体还是比较的确 到位 后900 前360 DC加0.2 所在第一水平的 写设算是 贺恩泰斯导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后制1080结束 很可惜这一角 除了借 再扣了一点一分 但是其他地方完全还是不错 他结束的时候 能用一个一组的空翻结束 可以看到这个选手 真的是实力还是蛮强 他的能力非常强 所以他的各种类型的 那个空翻转体都有 所以说他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对 那么在美国队的总分出来之后呢 我们算了一下 俄罗斯比完了之前的两位选手之后 只要场上的 这个穆斯塔 他的这套动作完成分能够有8.635 因为他是5.8的成套 那么他就能 俄罗斯就能战胜美国 现在 就要看裁判对他的这套动作的 完成分的认定了 回放之后 我们来逐一看一下他的 技巧串 结束的那个1080 这落地的时候 一只脚出界 这要扣0.1分 但是其他串的跟头完成还是不错 所以说他这套得分不会太低 开场的阿拉伯团两周 我们可以看那个高度非常的可观 从我现在面前显示的这个字幕 字幕系统来看 他的完成分已经达到了8.966 比我们刚才算的高出0.3来 但是呢 巨大扣的0.1是因为他的那个出界 现在呢 他还比 只要他的玩地组认为 他是5.8 俄罗斯就能超过美国 对他的难度认定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出路 因为他基本上很准确的 没有说转体不到位啊 或者是 其他的一些东西 现在 现在所有人都在交集等待着 俄罗斯和美国 哪个队伍能够获胜 难度是认定的 完成分他比我们刚才算的高了0.3 就算追加扣掉了0.1 还是俄罗斯胜出 好 现在俄罗斯获得了第一名 他们只以0.2 0.201分战胜了美国 获得了冠军 从整个比赛的过程来看 三支队伍都有出现了失误 特别是俄罗斯 他在高地杠上有两人 三人次的失误 他还拿到了冠军 所以说前三名的队伍的分叉也是非常小的 所以这个633那种比赛的残酷性 就是说前三支队都有夺冠的希望 看谁把握的能力更强 所以今天中国体操队 他们在高地杠和平衡膜都出现了失误 失去了这个夺冠的机会 但是中国女队还是一直有实力的队伍 我想我们下一步的训练 还要在动作的稳定性上下功夫 因为在运动员的这种 临场的发挥和心理素质上 都做一个工作 争取在以后的比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女团决赛的最后成绩 获得冠军的是俄罗斯队 获得亚军的是美国队 中国队是获得了第三名 罗马尼亚排名第四 日本获得第五 好了 观众朋友 在荷兰路德丹阿波外体育馆 进行的2010年世界体操锦标赛女团决赛 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 是由叶正南和陈寅 共同为您解说的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男团决赛再见 谢谢大家